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柴树频道 今天柴树呢,要教大家呢,如何查询呢 在你的Facebook上呢,有人常常留意你 或者有人常常偷看你,关注你 来,让柴树来教你 不到三分钟,你就知道谁是常常浏览你的Facebook的profile 打开你的自己的Facebook,去到你的profile这里 自己的地方,然后滑下去 在下面的右边的这个灰色的地带呢 你就啊,right click 等一下哦,ok 然后你就往下去有一个view page short的地方 Enter 然后你会看到了这个一大堆的乱码 一般上人的手不会进到这边来的 因为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作用的 现在我要告诉你,你就按你的Ctrl F F呢,代表的是Find找的意思 Ctrl F 它就会出来上面这个东西 然后呢,你就 type Active List A-C-D-I-V-E-L-I-S-T 过后你就啊,这个跟它啊,enter进去 它就要,是要跑到你的这个下面的城市的地方 Active List 然后后面这些号码呢,全部呢,就是人家的账号呢 常常关注你的一个星期内呢,至少有三个 三次呢,来啊,观察你 来啊,观察你 你就把你的这些号码呢,下面的这些号码呢 都跟它COPY起来 OK 等一下啊,我做给你看 OK,then highlight 然后right click 就不会这样子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COPY OK 然后,你就回到你自己的Facebook的Profa 那边 OK 但是现在呢,Profa呢 个人的账号已经没有号码了 全部都是放自己的那个名字 不晓得可以不可以啊,这样子 我试试看一下 看 怎么样先啊 OK 试试看 不如你就来这边 你在你的自己的电脑的那个text note那边呢 自己先COPY过来 这些全部都是一样的啊 这些全部的什么Profa呢 Facebook.com Profa,PHP 啊 那个 Question Mark ID都一样 你把后面你自己的号码呢 全部都散掉 然后换成刚才你COPY的那些号码 然后就配上去 然后把整个全部COPY 过去 OK OK Right click COPY 又回到你自己的 这个Profa那边 上面的 然后全部就 Ctrl V也好 或者是Paste 好,Enter 看是谁 哦 原来是这位常常注意我的这位美女啊 Adeline Ramsey 我不是很认识她 不过我知道这个星期她常常关注我的 Page 一个人如果她常常喜欢你 她就会搜索你的video啦 看你的照片 来 再找另外一个人 OK 另外一个 她依序排下去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这个我不懂 是不是刚才已经看过了 后面是8597的 8587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 哦 刚才看过了 所以我就找回去 另外一个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就是我找下一个比较好一点 1005的这个 OK 3794的 同样的Right Click Copy 回到这边 后面的号码 跟她全部改回来 Paste进去 然后重新再Copy全部整行 Copy 又回到我的这个Facebook上面 上面 上面不要管她了 重新换过 Right Click Paste Enter 哦 原来是这位 张灵啊 张灵 她有时候有Message我 这个 这个是来自KL的 KL的人 KL 但是住在新加坡 哦 原来她也常常关注我 所以呢 借着我所教你的这些呢 你就可以知道呢 是谁呢 她常常都关注你 同时呢 你也可以替你的丈夫 或者是你的太太呢 查一下 究竟呢 有谁常常关注她的Paste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查询 所以每一个人 所以当你在查任何的的时候呢 人家也会知道 不是很简单啊 三分钟而已就能够知道了 再见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呢 在你的 你的 你的 YouTube的右下角 右下角 哦 右下角就是你们的这边 然后呢 啊 follow我 然后scut 我 订阅我 还有就是打开那个 小铃铛 再见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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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